我們這是歷史和平台灣文化 國保電台 我們這個節目是電腦五四三 我是主持人老曹 大家好 大家安安 來 今天我們要說 呃 顯示器 顯示器 顯示器是電腦 這個電腦系統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如果沒有顯示器 我們用電腦的時候 不知道要怎麼用 雖然說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不一定有 這種電腦系統 或是電腦運用 不一定要有顯示器 有的很簡單 譬如說主動控制的一些東西 很簡單 最少要是一些動作 不過你要控制它 還是需要有東西可以看 那也是顯示器 雖然有的控制 說它的顯示器 它不是用顯示器 是有很簡單的一些 那種介面 就算LED的指示燈也好 怎樣 那也是一款 但是你若是一般我們用的一些師傅 神殿 或是說一些我們個人的 一些文書 或是什麼用途的 這個顯示器是很重要的 神殿的閃避的主機 更重要 怎麼說呢 一隻主機 看你的師傅 可以很高階 也可以一般中階 也可以一種非常陽春的這種電腦 但是顯示器 給你感覺就不一樣 你再好的電腦 你顯示器不夠好 不夠大隻 你會不感覺它的貴蛋 一隻很好的電競機 你會用一個 14吋的 甚至更多 12吋的 這樣會看 你用的時候 感覺就是不夠用就對了 如果說你更低階的電腦 像一般的文書機 你的螢幕 你把自己家裡的聽 一家裡的那些都是 50吋、60吋、70吋的 更低階的電腦 你看起來你會覺得 這電腦有夠讚 所以說這是感受 因為我們眼睛要看 顯示器是什麼 就是電腦人機界面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說顯示器 說顯示器 我們就來 我們以前的顯示器開始說比較醜味 來到現在的顯示器 這很多人的顯示器是用自己客廳的電視 就會做顯示器 有些是用電腦專用的顯示器 有些人是用這隻 有些也會用兩隻 甚至用三隻 像電競機 我們要玩遊戲 像賽車也好 或是模擬飛行 顯示器要三隻 這樣才有夠開 頭上一隻 側面兩邊各一部顯示器 這樣看起來臨場感 讓你感覺說 這好像真實的 那種 情境在的 尤其在 模擬飛行的人 這麼多人 種那三隻的 我們現在就先 我們這個 古早時代的顯示器開始說 最早期 最早期的時候 我們的電腦系統的顯示器 一概是那種所謂 單色顯示器 為什麼要說單色呢 也不能說黑白 那顯示器有的不是黑白的 當然也有黑白 那時候都是用Moral Chrome 我們所謂的那種單色 什麼色呢 有可能有綠色的 可能你如果雜區有用電腦 你就知道 那顯示器 D是青的 綠色的 底是黑的 也有那個 有這個Chrome 就是 棕色 棕色的這種 這種 字 那個黑色的底 也有白色 那時候我們叫做 單色顯示器 那時候單色顯示器 沒有什麼的 因為它的顯示 我們要求 也沒有說 要求很好的品質 也沒有利用這個顯示器 來看 一些音頻 什麼的 這不可能的事情 那時候 其實有一些Flash 但是Flash 那時候也不是標準的整個 那時候差不多 我們所謂的SWF檔 那種有一點像卡通的那種檔案 那種東西 就不需要說很高的解析度 所以說很粗略 很粗略 那時候 是說640x480 那是很好的 那比什麼比較好呢 比我們VCD VCD 還有320x240而已 所以說 那時候 看有640x480 那說這個很好的 這叫做單色顯示器 那隨著 這個單色顯示器 那是電腦的進步 是很快的 開始有這個 拆積的輸給 那時候就有一個 叫做什麼呢 叫做EGA EGA 的顯示 顯示的方式 應該是這樣說 什麼叫EGA呢 叫做Enhanced Enhanced Graphic Adaptor 叫做什麼 Enhanced 就是說 應該叫做 改良型 進階的 這一種 這一種 圖形 顯示的界面 那EGA EGA 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 你如果有辦法去買這個 彩色的顯示器 那時候 算你很好過 沒有那時候 大家在單色的 用到那邊去 要用 這個彩色的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如果一般你執行 一般程式 文書程式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彩色的 都是什麼 開始有在算 玩遊戲的時候 我會要求 畫面要漂亮 要比較好 所以說 玩電腦的 玩到最好的 變兩極化 玩那個遊戲 電競機 變他要求 整個都很高 一些做事情 有人在探知的 做文書處理的 使用最低端的電腦 當然 還有很多各級的電腦 在不同的領域 大家都有那個需求 這就是 這個顯示器的發展過程 我們也可以看出 蘇勇用電腦的整個歷史 每一個階段 所代表的一些東西 好 EGA 過來以後 三個東西 就是叫做VGA VGA VGA 那VGA 跟EGA 差一點點 跟VGA 就已經 解析度很高 不是像那個VGA 那 它關了多少 到VGA的時候 可以顯示到 現在所謂的2K 的這種顯示 的畫面 也就是說 可以做到1920x1080 也就是 現在人家常常說 Full HD 可以做到這裡 好 再上去就沒辦法了 但是 VGA 用最久 而且 大家用得最 成熟 包括程式的開發 還有電腦 主機 差不多都是 在那時候 還有4比3 這個 螢幕的時候 大家都是用什麼 一個叫做 那個 4比3 就是 我們現在說的 1920x1080 還是說 1280x720 這都16比9 那如果是 那時候 叫做什麼 叫做 1024x768 這個 應該說 VGA 的房清 時代 它已經到 1K了 1024x768 它的比例是 4比3 如果 買了 現在我們來 用到 VGA 最高的 1920x1080 這 所謂的 1080p 不一定 現在 沒有你說IRP 因為 交錯掃描 非交錯掃描 那是CRT 時代的東西 CRT 就是 音極射線管 疫情的 那種大螢幕 那種玻璃螢幕 那時候有交錯掃描 非交錯掃描 的 這個問題 現在 如果是 這個所謂的 疫情螢幕 沒有這個東西 好 我們現在 講回來 這個VGA 有一段 非常 風光的歷史 到現在 還很多人 在用VGA 我也是有用到 現在的電腦 你說 10台電腦裡面 記者也有看兩三台電腦 還用VGA 的介面 他也是 好像長青樹 好像永遠不會被淘汰 現在的螢幕 現在在買新的螢幕裡面 也有很多 還有VGA 的介面 好 我們現在要說這個 什麼叫做VGA VGA 這個 它是 跟以前 我們看到的螢幕 都一樣 它都叫做什麼 叫做 類比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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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數位輸出 差很多 所謂類比 就是它訊號 它不是像數位 把它分 用數位化 譬如說 我們這個顏色 我現在說一個顏色 概念 這個顏色 我們如果說這個顏色 的深淺度 我們就把它問0到 如果是深淺度 我們如果是用 這個 類比的觀念來說 它是無段 沒有段的 就像我們 聽音量 那個音量 你用準的 沒有段的 沒有段 你用最左邊 調到最右邊 這樣 你沒有感覺它有段 它就無段的 這種設計 那數位的時候 就不是無段了 就是有段 就像現在的電視也好 還是說 它們用這麼多 這個音量開關 不太準的 兩個 兩個按鍵 讓你 調大小聲 一個是調大聲 手機也一樣 一個調小聲 然後它分段 怎麼分呢 一般來說 你分那16段 算很平常 如果比較好的 有可能 分那32段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在按大小聲 沒有中間值 你大概就是從0 沒有聲音 那開始有6分之1的聲音 譬如說16段 16分之2 這樣一架一架 它把它調 標的最多的就是 16 那最大聲 有的電視 你調的大小聲 不是最高16 有的是32 都有 這個就是什麼 數位化之下 它把這個訊號等級 把這個調整的量 量的這個觀念 把它分段 由這個來區別 這個數位和類比 顯示也一樣 顯示不是聲音 顯示是顏色 跟什麼呢 跟它的亮度 我們現在說的VGA 它的顯示方式 它是用傳輸的訊號 是用類比 我們在類比的時候 光的三原色 RGB R就是紅色 G就是Green 就是綠色 V就是Blue 就是藍色 就綠紅藍 RGB 用三種顏色 顏色的光 的比例 去調整出一個新的顏色 這顏色 譬如說 你如果是說 藍配 紅配綠 狗糙屁 那出來的顏色 你各種 根據它不同的比例 能夠把它調出 很多種顏色 可以調出多少種顏色呢 照理說 不是無限的 就要看你的這個比例 因為都是數位化嘛 所以說你那個比例 會影響到它 能顯示的顏色 的多少種顏色啦 那在這種數位化顯示的時候 比類比的時候 兩個人來比起來齁 類比它可以顯示 無窮 無窮的顏色啦 顏色可以說 無窮的顯示 啊 類 數位的話 不是 它就是 跟我們剛才 調什麼的一樣 我們一段一段調 顏色也一樣 啊 所以說 到底哪有什麼比較好呢 如果是 它說 我們 以這個眼睛 我們人的眼睛 你看這個顏色來說 會 很多一些比較Pro的 都要看 看類比的東西喔 我要看數位喔 我有一個朋友就這樣 開什麼呢 它開照相館 照相館 專門在做這個 影像的東西 還有很多像的一些多媒體工作者 欸 它要的這種螢幕 有時候你跟它抱一個這種LCD 這種液晶螢幕 它比較不喜歡 它還是比較喜歡 傳統的玻璃的 這種CRT 我們叫做 波浪管 波浪管 這個 因極射線管 這個電視 欸 剛才那個古早的那個電視 現在 其實這個電視齁 我們感覺它說 啊 那個退市啊 沒什麼好處 基本就沒什麼用 但是如果說一些 要求比較那個 現在那個電視齁 它也平面齁 像以前 以前啦 是一個浮面齁 那電視很貴的啊 那顯示器啦 我們也說 電視啦 顯示器 它是類比 還是有人 鍾愛 這一種 設備 尤其有時候 很專業的東西 人家要用這個 就跟我們聽唱片 現在大家都聽CD啊 也是 還有人聽那個 三十三 又三分之一轉 也有四十五轉的 這個Tentable 這個 傳統的 膠片的 唱片 一樣的意思啦 好 我們不要說那些 我們再說回來 我們剛才說的顏色 那數位化 它的顏色 跟這個類比 不一樣啦 類比 它是 無窮斷的 無窮斷的 數位就有分了 我們剛才說到的 EGA EGA 它是一個 非常非常 rough的東西啦 怎麼說 因為它不夠精細啦 你要不要指望它 精細 因為它解析度 本來就不高嘛 它是可以做到 256色而已啦 我們剛才說到 那是類比 可以做無窮斷的 這一種顏色 它這個256色 那是怎麼來的呢 256 欸 就是 8 乘8 乘8 8的三次方 8864 64再乘8 剛才好 那就是256 那是怎麼來的 三個8相乘呢 就是8 三次方 一種顏色 齁 代表 一個8 齁 所以RGB 三種顏色 它就可以組合出 256個顏色出來 那是怎麼 8呢 它就分8段 它把紅色分8段 綠色分8段 綠色分8段 藍色也分8段 它用不同 譬如說 紅色1 綠色2 藍色3 這樣 就可以組合出 一種顏色出來 這 就是這樣 就是 非常低階的 這一種 顏色 其實這也不夠低 早期的廢圖軟體 還是從什麼 做一些 彩色的 圖片 圖卡的時候 不能說圖片 因為圖片 解析度太低了 那個顏色 顏色也太少 所以不可能 做什麼 做卡片 做一些卡通 那種 那種畫 最低的是 叫做什麼 十六色 十六色 不是 256 256 那個階段 你做EGA 算 解析度算很好的 早期還有十六色 我們一些PCI 的 這一種圖檔 很多 都是 有十六色 因為它是做棒架 做圖片 所以 解析度都很低 它的 顏色 顏色 十六 和EGA的 25 256 256 我們現在要說的 就是 跟EGA的時候 嚇死人了 顏色多少 那時候我們都跟粉做什麼 一種叫做 高彩 高 高低的高 彩色的彩 一個叫做什麼 全彩 全部的全 全彩 那彩在哪裡 高彩的時候 那全彩的時候 全彩我們叫做 65536 那這怎麼來的 就 256 那如果八的三次王 八成八成八 這不是 256 它已經 已經可以把一種顏色 分成256個階段 然後去 去組合出顏色來 所以說 它的 這個顏色是 256的三次方 也就是 你把它算看看 65536 這麼大 當然 有人說 65535 那是怎麼呢 0 要加進去 什麼叫做0 0就是 三種顏色都沒有 那就是黑暗 黑的就對了 黑的就是 其中一個顏色 所以說 跟全彩的時候 是 65536 這樣 你看 從 最 最少 最少的 那種 有跟沒有 就是 單色的 顯示器 來到 EGA 256 來到現在 VGA最關 65536 你看 整個 這個 改變 你看的視覺 就不一樣了 改變到這裡 我們這個 看到的東西 如果要更清楚 如果要更清楚 的時候 我們就是 它的解析度 要越高越好 我們剛才說的 早期那時候 還有 320 240 240 來跟這個 這個 EGA 還可以到 640 480 這個 它的概念 是 所謂的 4比3 就是螢幕 是 不是正方形 是 寬度 是4 比例 這個 高度 是3 所以說 640乘480 就是 這個 根據這個 4乘3 的這種比例 把它 換算出來的 一個螢幕的 大小 我們會叫640 就是說 我們看的螢幕 它的跨度上面 你把它切成 640的 單位 每個單位 就是一個亮點 這個 這個亮點 你就賦予它的原色 什麼原色呢 剛剛 我們講的 EGA 就像這256色 它就是 把這個 顏色分成 從零開始 到255 在每一個點上 有代表一個顏色 所以說 它的橫向 有 480 最高 那時候 譬如說 我們是用 640 480 橫向也是 640個點 好 很細 有了 欸 螢幕呢 如果說這個螢幕 只有十四吋 比如說 到十九吋 你要把它切成六百幾點 說實在 你也看不出來 所以說 你看到螢幕 亮點是 幾乎是 沒 你看不到說 一點一點 一個螢幕如果 橫向你 弄十點 你會看得到 二十個亮點在上面 六百四你看不到 所以你放大鏡 這樣 你要看 就看得到 這樣看見 畫面 就覺得蠻清晰的 好 就跟我們在外面看 這個 這個廣告 LED的廣告招牌 那你 你的文字也好 那你找 找文字 你搜尋 你看到 一定有的顯示 那是 用LCD 來講 它的 解析度 很激 很激 你的文字 你有看到 它有一點 一點的 紅色的點 來構成一個文字 這個 這個 你如果說 這麼粗的時候 你就看到 這樣 不是很好看 但是你看得 出來是什麼字 如果 你如果說 用到 像這個 這個 六百四四百八 那已經很清楚了 這就應該來看電視 不用說到這個 三百二乘兩百四 你就能看 電視 比如說 VGA 我們剛才不是VGA VCD VCD 它的解析度 是三百二乘 二五二 不是兩百四 它比較高一點 那你就會 我們拿以前的VCD 的CD 光碟片 來看 還是錄影帶 錄影帶 都 一支而已 你看 現在用大電視 你看 全都無無 也不清楚 但是 以前的電視 也沒那麼大 顯示器也沒那麼大 你看起來還可以 那時候 像處理圖形的這些技術 這些電腦的產品 包括你不管電視 裡面要處理畫面 這個速度是非常重要 你如果說速度不夠快 你再大 它也處理不出來 就算處理出來 你看到的東西 就像慢動作 因為一個畫面 是有多少點構成的 你把它算就知道了 如果說VCD來說是 320乘上252 你自己算一下 有多少點 每一點 每一點 你要把它顯示出來 一個畫面就有這麼多點 那我們的眼睛的視覺戰流 是16 上面就有16 一秒鐘 如果說有16個畫面 這樣顯示出來的話 你會感覺它是很順暢的 就像做卡通片 也是用1秒16 16片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再用那麼低 那他這個 我們現在的電 一些影片 這裡有一些影像的東西 都30 一秒30的畫面 如果說用那個 用那個英字 我們所謂的 用這個不是英字 NTSC 另外一個歐歸 PAL 如果NTSC 還好 還好 他們的這個 所以 其實顯示 譬如說 都是用 29.97 也就是所謂的30 每個 每秒鐘有30幅 畫面 在你前面 做交換的時候 你會感覺很順暢 我們剛才說到 以1秒裡面 一個畫面 如果是說以640 x480 這種VGA的畫面 一張畫面 要由640x480 這麼大的點 來構成 而且它1分鐘 我們賣公 16 我們賣公 30 你再乘以30 你想想看 1分鐘 要處理這麼多點 在1分鐘內 要 不是1分 1秒鐘 要處理這麼多點 你才看得會順暢 你想想看 那個處理器 處理畫面的處理器 要有多快 那你想像就可以知道說 它很不容易 所以說 現在假如有人說 我電腦 我 我要 為了要順暢 還是說 我在玩遊戲 我這個解析度 也要管 要速度 要快 他不可以用電腦裡面 CPU去處理這個影像 他要另外 還有一個專門處理影像的一個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說的 這個是什麼呢 獨立顯示卡 他獨立幫你 這個卡片 什麼事都不做 他就負責幫你處理影像 從那印算都搞到CPU 然後 這個獨立顯示卡 裡面就是一個CPU 專門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GPU 處理影像的 讓你看得很舒服 很順暢 很必真 因為他需要很高的速度 這就是 我們就是說 影像的處理 這部分 好 我們現在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再繼續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翁立友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 最多有您經理的 歷史好朋友公佈電台 FMQ1.3 老公 我們年後 要跟公司的董事祭餐喔 祭餐 祭餐 要去就祭餐咧 我要去天香火味吃養生火鍋 吃火鍋 喔喔喔喔喔 這麼熱熱 吃火鍋 太燙了 一點也不燙 人家的心情有在說喔 天香火味養生火鍋 是用六十八種 中操油一物 利用五金比例 經過七十二分鐘 這樣慢慢熬 慢慢熬 那湯頭是很讚的 都不用吻了 夏天吃也太好了 因為帶我去吃 好 沒問題 天香火火 養生火鍋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 16塊二樓 二樓一一 七二七五 二樓一一 七二七五 那個小玫瑰剛才沒開啦 你看 它又在下宅 豆瓣的電影和音樂 又四個轉貼豆瓣 別想去啦 像它這樣沒經過受款 就親採下宅 分享別人的姓姓和豆瓣當然 會親喚到杜作款耶 很嚴重喔 對啊 如果這樣 趕緊幫它提起一下 為發行為它不可以做 一定要尊重 地匯財三款 地匯國提起你 緊急望路揮發下宅的姓姓 豆瓣和唱片這些杜作 才不會煩煩喔 以上功夫 由今這部地匯財三角提供 大家好 我是指揮中心羅一鈞 COVID-19 確診者大部分可在家中居家照護 期間注意自身症狀 必要時聯絡居家照護醫療團隊或安排視訊門診 收到自主回報醫療系統簡訊時 請務必完整填寫 也請告知同住親友 就職或就學聯絡窗口等 依規定進行防疫措施 疫苗打三劑 一起做防疫 由政府請安心 以上廣告由行政院與機關署提供 大家好 我是音樂創作人詹雅文 每一首音樂代表著一個感人的故事 音樂是創作人的心血結晶 取得MUSTER的授權並合法播放音樂 創作人的權益由您我一起來守護 好音樂豐富您我的生活 全民節水到便來 輕鬆節水三步驟 第一步 優先採用省水標章器材 養成良好的用水習慣 使用省水器材輕鬆省水 第二步 定期檢查用水設備 確認用水設備不滴水 資源不浪費 第三步 水資源再利用 動手做回收 減少自來水用量 節約用水不分離我 讓行動不只是口號 以上廣告由經濟部水利署提供 我們都是在這隻責丹台 看你輕鬆過的日子 想你想你 就1.30億元 我們這是歷史好平台灣文化公布電台 電腦五四三的這包 來 我們又回來了 我們今天你說這個顯示器 電腦的顯示器也好 還是你的手機 你感覺你的手機不夠大 你用到六寸也不夠大 用到平板也不夠大 電視也可以做你的手機的顯示器 所以這個顯示器 大家都要知道 繼續 我們剛才說到 顯示器的歷史實在有夠長 而且這個進步實在太快了 我們剛才說到這個VGA VGA 你如果要處理VGA的訊號 有時候你必須要做到什麼呢 你的電腦要來應付它已經不夠了 為了要更好的效果 就用這個獨立顯示卡 你就能做更精確更快速的顯示 這麼多的孩子說 我很喜歡玩這個遊戲 尤其是這種線上遊戲 線上遊戲 說起來 它有劇情 不管怎樣 它畫面非常吸引人 但是你如果說你的顯示對不到 還是你的網路速度對不到的時候 你的玩遊戲是站那麼恐怖的 你知道嗎 你不會動動 你的停格 所以說 這停格的原因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的網路速度太慢 一種就是你的圖形顯示卡 也就是你的連接顯示器 處理速度太慢了 應付不了 有的還用3D 要怎麼說 根本就不夠 速度就不夠 你一個電腦的CPU 要讓你關兩項 一關關它的頂頭的一些作業 一些這些程式的執行 還要把你關顯示器 應付不來 所以說很多 你用的比較高階的電腦 都需要用獨立顯示卡 就是這個原因 好 我們繼續說 VGA已經快 已經是大家 沒辦法 沒辦法 讓大家滿足了 但是 同時在 VGA 時 因為VGA 它是類比 所以類比在 有一些做傳輸 或者是 它的 這個VGA的線 從電腦要接到 你的顯示器的時候 有一些 Interface 不是 Interference 這個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干擾 而且干擾來自很多地方 包括你一些電器干擾 或者所謂的EMI 射頻干擾 讓你的畫面 有時候不穩定 甚至你 拉 拉長一點 拉長一點的時候 它訊號會甩減 那畫面就不好看 就像以前我們在看電視 你如果說 新樓太流的時 好像在下雨 你那時候 還在用CRT的年代 用這個 因極射嵌管 保雷 這個螢幕的時 如果 天氣比較壞 或是說 你的天山沒有 對得準的時 你看到 好像在 好像在落後 這樣 一個一個 有這個雜訊 現在我們在看 數位電視的時候 沒有人會看到那個畫面 你看畫面 就是 不是說 很清楚的 不然就 一塊一塊 色塊 色塊就是 表示你 訊號不夠大 訊號太弱 天線沒拿好 或者天氣的關係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一顆一顆 雜訊 我們叫做 File noise 這種東西 一樣 一樣 螢幕也是這樣 你如果說 VGA 這個是 類別的 所以說 你如果線 你拉得太長 我就說 我這不是電腦 要用 要拉的 看板 要給大家看 你那條線 你也有限制 你拉太長 到時候 你的訊號 會衰減 而且這條線 也會受到干擾 所以說 同時 在VGA的年代 有一個東西叫做 DVI 很多電腦 舊的電腦 上面 都有這兩個 接頭 VGA接頭 是 15pin 也有點 T型 的 這種接頭 我們叫做 DSUD DSUB 這種接頭 那DVI 就不一樣 雖然 它的解析度 它跟VGA 一樣 但是它是數位 輸出 DVI 叫做什麼 Digital Video Interface 叫做數位 的影像 的介面 這個東西 跟VGA 不一樣 它是數位 數位化 輸出 只要是數位化 輸出 你就知道 這個數位化 輸出的東西 不是0就是1 沒有那種中間值 所以說 它很清楚 不然就是有 所謂的色塊 當然 它是用線 不是像我們的 數位電視 中間的傳遞 透過空中的 一種傳遞 不一樣 所以說DVI 可以說 很完美 沒有雜訊 沒有什麼 受干擾的問題 DVI 螢幕 以前 以前 以前我們買螢幕的時候 買最小的 就只有一個 叫做DSub 接頭的 VGA界面 如果 比較好一點 有兩個界面 它會多付你一條線 那條線叫做DVI的線 電腦的 也不是電腦 電腦當然要有 有DVI 或者 這個 VGA的接頭 你才能 去接到 這種螢幕 這種螢幕 很平常 只要你不是那種 最低價 最低價 大概只有VGA 接頭 就DSub 如果 好一點 這兩個接頭 都有 這樣用DVI 的時候 會影響 很漂亮 有時候 電腦上面 會輸出 它可以做雙輸出 你可以接兩個螢幕 兩個螢幕 你可以一個用DVI 輸出 一個用DSub 輸出 也可以用另外的 介面卡 來做一些 多螢幕輸出 待會兒 我們會說到 多螢幕輸出 那如果 那時候 標誌 比較多 會 去用DVI 的介面 也 很多人都在用 那時候 買螢幕的時候 都會 再加一條 這個線 有的人 拿到的時候 怎麼加一條線 這條線 到底要怎麼用 這麼多人都沒有在用 有的人 就會去用 它的效果 開始比 DSub 比這個VGA 比較好 到現在 電腦越來 速度越快 所以說 它的顯示 已經不限制到1920 所謂的這種2K 可以到4K 甚至可以到8K 4K就是4096 8192 然後 你想想看 你問這個 2K 2K 1920 1080 到4K 的時候 是叫做4096 剛剛 它的水平 4倍 垂直 垂直 也是4倍 也是4倍 以面積來算的話 它點數比它多16倍 喔 那很怕人 一般來說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FHD 2K 到 4K 的時候 那個增加的面積 顯示面積是 4乘4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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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倍 你看看 它這個 顯示的 處理 所謂的 Graphic Processor 它的工作量 看有多元 這不是說 CPU 我可以做分工 來處理的 像這種 多半 都要有一些 專門處理的 這種 GPU 這種 介面 再來呢 你的顯示卡 還有 你要接來 這個螢幕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你的螢幕要到 那麼大的解析度 你就不能用 欸 我們剛才說的VGA 就 沒辦法看到了 啊 現在的 這個像Windows 10 Windows 10 甚至 現在我要管Windows 11 都可以 都支援到4K了 所以說 欸 這螢幕已經 不服使用了 這個介面 也不服使用 所以說 現在的電腦 會 大分之百 都是用另外一種介面 當然它也還可以用到 有的甚至還保留著VGA 但是 這些新的電腦 還是說你的手機 對外的介面 都是用什麼 更新的HDMI HDMI的介面 這個介面它就可以顯示更高更高的解析度 HDMI 叫做什麼 高傳真 多媒體 介面 HDMI HDMI 也有分幾個 集體 最早的 是HDMI 1.0 和 1.1 和 1.2 1.3 到現在1.4 中間還有幾個 一些 Type出來 比如說 1.2A 1.3A 1.3B 這樣一直起來 它有什麼差別呢 最主要是傳輸的速度 傳輸的速度 那當然解析度它是一定要達到這個水準 所以說 這個HDMI 我們在買算的時候 我們買電腦的時候都會加一條 買螢幕的時候都會加一條算 但是不要指望那條線有太高的這一種 它的大概都負1.1 頂多是負1.2 但是你若是 要達到更好的要求 因為電腦是比較沒有這些問題 你家裡還有像藍光 還有其他的一些影音設備 有時候你這個HDMI的線 如果說你沒到那一個版本 你顯示出來的東西 你也會失望 最少它衰減也會衰減 雖然是數位化的東西 但是 它的表現都不盡理想 最值得一提的是HDMI 它不只傳送影像訊號 我們剛才說的 不管你是VGA 還是DVI 它只負責傳送影像 聲音的話 你自己再想辦法 一般電腦我們就知道 後面聲音有三個耳機 三點五拍的這種插座 三個音 一個叫做納色的 一個叫做力色的 一個叫做紛色的 一個叫做紛色的 那三個空間不一樣 有它不同的用法 那納色的那個是電腦的聲 要讓電腦的聲音 簡單說就是這樣 外面你可以接你的影響 把它送進去電腦 這什麼讓電腦來處理 譬如說你要鑽MP3 還是要數位化儲存成檔案 從綠色 從藍色 藍色我們叫做Line-In 信號要讓電腦 綠色的輸出 就是電腦的聲音要出來 要跟他們說話 喇叭 我們就聽到聲音 另外那個 粉紅色那個 那個也是輸入 但是那個跟藍色不一樣 因為它那個的 輸入的一個爭議 它的爭議比較大 它是專門給麥克風使用 有這個區別 好我們現在再說 我們如果說到 不管VGA DVI 它不傳送聲音 你只好從電腦的 這一個綠色的 這一個耳機插 插一條線出來 接到你的音響去 才有聲音 但是呢 這個HDMI的時候就不用了 為什麼呢 它這條線 聲音影像同 同步傳 同步傳到外面來 比如說你用HDMI 接到你的電視 一條接到電腦 這樣來說 你聲音影像通通過去了 不用再叫聲音的線 這個Audio Audio output 這都不用叫 所以HDMI 它是屬於什麼 叫做多媒體介面 這 它這樣定義還是對的 這樣很方便 而且它傳輸 聲音也是 數位化輸出 不像我們電腦後面 是用綠色的耳機插 做出來什麼 那是類比的 類比的雜訊 就會比較大 這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 現在 差不多10隻電腦 都是HDMI 為了符合它的輸出的解析度 你沒辦法 你非得選擇這個不可 有人說 我就一隻螢幕 用這麼久的 用10年用不到 我買大尺寸 如果想說要繼續用 可以 當然可以 只要你的電腦 還有保留VGA的 output 那個D-Sub 接頭的 你的一樣 你也可以接 你的電腦 你比較新 你也可以接 這個顯示器 但是呢 它的顯示的解析度 就被限制在 1920之下 好 有些 有些 我們 有時候看了 一些更久的電腦 還是說筆記型電腦 有時候還比較低階 它的輸出 沒有到1920x1080 所謂的Full HD喔 欸我們常看到的是 多少呢 欸叫做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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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級吧 欸不記得 我這講究你用 啊 乘768 啊 768 啊 它在 看我給它 它在解析度嘛 欸不算低啦 但是比那個 Full HD還要低啦 啊但是我們現在 筆記型電腦 欸 剛剛說不對 1366啦 我會說1365啦 啊像這款的來說 欸當然跟1920 沒辦法去比 啊 它的顯示 來說 一般的文書機 這種筆電 比較老一點的喔 新的沒有了啦 新的都 1920了啦 啊 像這種 它就沒辦法去 你接到一般的顯示機 都OK 但是比較新的 已經超過2K的 像4K的這種 輸出的 像Window 10 Window 10 Window 11 齁 他們輸出都已經 呃 都已經是 到4K 到4K 的 啊如果你 還是硬把它接到 你的WG 這個顯示器 你的顯示效果 你也覺得很清楚的啦 齁 但是 你如果要注意 他也一樣是跟他 辯了啦 不是說 因為你的電腦更新 你的輸出 會更高 你看到就更清 因為你不可能看到啦 它就是這樣而已 齁 啊所以說 螢幕我們如果要更好的 齁 現在螢幕要更高 就是4K嘛 齁 啊你又用這個HDMI的界面 接著你的電視 有的輸出 你的電腦有的輸出 齁 這麼高的 解析度的時候 你看到的畫面 就不一樣了 齁 已經到藍光 齁 甚至更高的 的階級 有4K有8K喔 齁 那很高啊 啊像這個 整個 你看那個畫面 你就知道 很多一些 我們叫做什麼 世界地理雜誌 出的一些 這些鴨皮 很多藍光 你要看喔 看上頭 它的畫面 穿著 如果它 一眼閉起來齁 那上面 動物的話 你看看 動物上面的毛 好 那一隻一隻 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 完全是不一樣 啊 你要追求到 這種的話 你就 必須要用到 HDMI 界面 接上你的 比較高階的 這種顯示器 啊 至於HDMI 我們剛才說 有很多 很多 版本 在的 喔 我們1.1 1.0開始了 1.1到 現在1.4 喔 這已經很高很高 啊 那線也繼續開了 喔 你如果買最小的一條線 可能兩三百塊就有了 喔 甚至要可以 扣到線了 但是你如果要買到很高的時候 1.4 1.3的時候 那一條線 上千 喔 幾千塊 都有 有 甚至為 它的頻密更好 那種 我們所謂花燒有的用 喔 那 那線就貴了 喔 啊 這個是HDMI 喔 啊 至於 有沒有更好的 這種界面呢 有 現在最新的 已經不是HDMI 叫做DP 喔 DP DP 我們民進黨叫做DPP啊 他減一個P 叫做DP 啊DP 什麼呢 叫Display Port 喔 就是顯示端子啊 Display Port 會縮寫 DP 啊DP跟HDMI有什麼不一樣 差很多啊 喔 它是更新的一種界面 它的相容性 它的一些 這個 電器特性啦 喔 電器規格啦 都比HDMI有更強 喔 比較值得一提的喔 就是說 DP 現在 用的人很少耶 喔 雖然說 現在DP這個規格喔 因為我們一個東西的規格 很重要耶 你如果外面的窮窮 沒有跟你配合的時候 你根本推不出去 喔 啊DP 這東西 AMD 喔 American Micro Device 喔 就去做CPU這間啦 他們 AMD是怎樣 比較值得去 去跟它 去跟它 去跟它提這一個廠牌呢 怎麼說 它是我們所謂的 這種CPU的Second Source CPU的老二啦 那CPU老大是誰 就是Intel Intel Intel 啊 AMD喔 也不弱喔 AMD有些 電競機 還是會 比較傾向用AMD的 CPU喔 喔 所以說 我們剛才說到的 就是DP DISPLAYPORT 受到4家 這些硬體廠商 來支持 所以說 它應該啦 應該在 在不用多久的未來 它也會變成一個高階顯示界面的一個主流 啊 那4家呢 AMD 和Intel 這兩家 還不去 還有一家叫做 顯示器的一個 一個 很重要的 像 叫做NVIDIA 啊 所以說 有這家 有這幾家 第一個 support 我們就知道 將來啦 這個 DP 會是高階顯示器的一個主流 啊 我們現在要 買這個 電腦的時候 你看後面 HDMI一定少不了 啊 有的都沒有了 就只有一個 HDMI 啊 如果你去買一些 比較高階的 顯示卡 喔 高階的顯示卡 它上面的port 有一個 會看得很奇怪的街頭 到底要 要去接什麼的 喔 當然它上面 一定有一個 HDMI 走不去嘛 啊 有的是 有兩組的喔 但是有一個 你自己看 怎麼看也不像 你常看到的 這種使用的街頭 那個就叫做 DP啦 啊 那這個DP的話 你大概就沒辦法啦 一定要有 新的 這種顯示器 才有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再見